我演了你啊 真的用情之生啊 對啊 首先請了洪敬堯老師 請說講評 為什麼會想挑戰 這樣子的歌 這是媽媽蠻喜歡的一首歌曲 然後這首歌也是 很久以前就想 蠻喜歡書類的歌曲 然後挑了很多 覺得這首比較 比較貼切比較適合 當然靖倫 在這個時候 操作這首歌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也是一種 另類的操作方式 有時候在我們的舞台上 不是只有一位的炫技 或者是說做很高難度的表演 才算是真正的 有時候一個歌者 其實好好的唱歌 那種裡面的內力那種 功力就會透過你的歌聲感情 然後會讓我們感受到 那個是最真實的感動 那我覺得其實靖倫 是有這樣的本領 其實他算好聽 如果是以嚴格來說 唱這樣的歌 整個下來的感情度 我都聽到了 特別有一句 因為這裡是你要做一點表情 我不知道那是你故意安排 還是真的在那裡 有一點形狀 這裡 你就覺得 情緒的 情緒 情緒的那個放鬆 就是到那個地方 可能會因為情緒的 有一點失控 加一點分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亮點 那如果可能的話 靖倫這個歌曲 一定要讓他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編排 比如說編曲 或者是再混合一些東西進來 讓這個歌曲的層次 變化會更多 會更好 好,謝謝老師 黃岐平老師請 今天你選這個歌 就是說這個 對我來講就是 我會覺得可能在唱法上面 可能都要再稍微做一些調整 因為 你今天其實你基本上就是 原汁原味嘛 就是原來的tempo 原來的這樣子的 和弦的進行去唱 那我會覺得就是 感覺上會比較沒有像原曲的 或是說原來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旋律 應該要表達出來的那種 比較深的東西 比較沉一點的東西 因為你的聲音就是 比較薄一點嘛 然後比較輕一點 可能呢 再做一些更這種 比較民謠式的東西 可能這個歌 對你來講會比較適合 這是老師的感覺 好,謝謝老師 好,聽完了是否之後 我們今天挑戰她的 楊倩是91.9分 是 黃靖倫是否能過關呢 評審,請給分 是 今天謝謝她精采的演出 我們回顧今天的總整理 今天謝謝所有選手 帶來這麼精采的表演 給呈現給大家 同時謝謝現場所有觀眾朋友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更要感謝我們辛苦又專業的 No.1評審同盤,謝謝 謝謝評審老師 更要感謝用生命伴奏的 孔鏘大樂隊,謝謝 謝謝老師們 老師,謝謝 更感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對我們節目的支持 別忘了每個禮拜六晚先 抱臉鎖住彼此 收看 台灣那麼旺 台灣No.1